国家诚信党将在本月23号和24号举行改选 对于党的未来方向 主席纳德斯里·穆罕默沙布强调 诚信党必须在未来四年里更加积极和努力 向选民尤其是反对党旗下的州属 解释有关马来人地位受到威胁的言论不符合事实 也毫无根据 希望他们能够深入了解政府的政策 进而争取更多对团结政府的支持 穆罕默沙布为成信党青年团大会 主持开幕时也指出青年团需要成为党的先锋 努力争取目前有反对党执政的 吉党、玻璃市、吉兰丹和登加楼州人民 对团结政府的支持 他认为青年团必须和巫统青年团合作 以恢复希望联盟和国民阵线 在这些州属的支持度 另外他指出自今年8月的6周选举后 大马政局逐渐趋向稳定 公务员对团结政府的支持率也开始回升 对此他相信 未来会继续获得公务员的支持